大家好 歡迎來到FCG 遊戲王公布了2024年1月即將適用的新進線卡表 這次公布的內容總共有一張新的禁止卡片 還有兩張重要的單卡解除了禁止 究竟會對環境造成怎樣的衝擊 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這次的新進線卡表的內容 這次的新禁止卡只有一張 是同步怪獸 眼魔龍王 哉二 由於這一期的環境裡面有泛用的12星同步怪 赤龍 藉由赤龍的效果可以在對手回合召喚出災厄 封鎖對手一整個回合的行動 是一張相當強勢的同步怪 而且有少數的主題能夠非常容易的做出災厄定場 主要受影響的有百夫騎士團 自然荷魯斯 還有一些其他同步牌組像是武士壞 同步者 以及紅惡魔龍 在下一期都即將失去災厄作為一個強大的定場怪獸 必須要找其他的定場方式 因為他單卡能夠鎖整個回合 而且太容易做出來了 在這期直接變成了一張禁止卡 這次的新限制卡總共有五張 其中兩張是加重限制 另外三張都是放寬限制 加重限制的有RS的Emergency 還有永續陷阱卡群雄歌劇 Emergency是本期主流RS的主力單卡 它有從牌組特殊召喚系列怪獸的能力 以及從目的除外可以將陷阱卡給蓋回來的能力 一卡同時間有兩個用途 加上它有專用的檢索怪獸 使得非常容易上手 還有各種的戰略應用方式 現役之後 使得RS的戰力明顯的削弱 但是其他的資源單卡 像是購火或是黑魔女 都還有在環境裡面 仍然是沒有被動刀的狀態 RS在下一期的強度上 仍然是足以達到環境的要求的 仍然還是一個強勢的主題 群雄歌劇則是延續了上一次的卡表 繼續從兩張砍成了一張 影響到的牌組分為有神碑 或是廣義的電子族的牌組 還有一些其他的反主流牌組 以及這一期同時也將千茶萬別限制成了兩張 大藍解禁變成了一張 靠永續陷阱定場的牌組 強度大幅的受到影響 尤其是神碑 在這一次的卡表有明顯的被削弱 解除禁止變成限制卡的 總共有三張卡片 分別是魔法卡大藍 同步怪獸心碑繩子 還有顏真龍 大藍是一張強大的魔法卡 它的效果是 將雙方場上全部的魔法陷阱給破壞掉 包含了雙方的場地卡片 這次的解禁影響是全環境的 不少的主題都會同時有怪獸跟魔線的定場 大藍是一個在後攻突破對手陣型的非常好的選擇 跟羽毛掃有同樣的作用 應該會大量的投入在背牌裡面 針對環境裡面的RS 或者是速身 神碑 這種後台比較多的牌組 會被玩家大量的採用 至於心碑繩子跟顏真龍的部分 由於水晶技巧已經被禁止了 繩子單卡能夠帶來的大量特招點 卻有伴隨著牌組 必須要有搭配卡片的配置問題 在現環境裡面 能夠放的牌組有像龍令可 或者是勇者同步 這些牌組其實也都還有更多的選擇可以使用 至於顏真龍的話 則是目前的強度已經不太夠了 同樣的功能有春化金 或者是積木龍可以選擇 即使解禁了之後應該也是不會再投入 再來是這次的新準限制卡 總共有四張 其中加重限制的有三張 聖大歡迎白鷹城 純愛壽我的朋友 還有永續陷阱卡千茶萬別 放寬限制的是上一期解禁的新便 聖大歡迎白鷹城是白鷹城的強力陷阱卡 從三張變成兩張之後 仍然是可以利用白鷹城的家具來調度 到墓地之後仍然是可以用事物回滾來複製 主要的影響是在目的效果的運用 少了一次的機會 強度有微幅度的削弱 第二張純愛壽的永續魔法卡 我的朋友 是純愛壽的主要檢索卡片 在前兩次的卡表 分別將瞌睡記憶限1 美味回憶限2 少一張會使得純愛壽的小黑 吃坑之後會更難打 主牌跟操作上都多了不少的限制 使得純愛壽的強度有明顯的削弱 再來第三張是永續陷阱卡千茶萬別 這是一張強力的永續陷阱 會限制雙方場上同一種種族 只能夠存在一隻怪 變相的也限制了現在各種系列牌組的展開以及運作 限2之後主要影響到的是神杯 VS還有多數的反主流牌組 少一張之後上手率下降不少 加上大藍的解禁時的拆後台的選擇變多 強度上也是有明顯的削弱 最後一張放寬限制的新變 主要是會投入在玩家的背牌裡面 在下一期的環境裡面很可能會有大量的炎王內戰 新變這張單卡可以有效的讓對手場上沒有嚴屬性的怪獸 並且達到損人力己 拿對手的link 怪作為自己的link 素材 跟超融合來比解賞強度各有優缺 在下一期應該也是會被大量的採用在背牌當中 總結這四張準限制卡 對環境裡面都有明顯的影響 對特定主題的削弱都是非常關鍵的 最後是解除限制的總共有五張卡片 分別有修改效果的鋼多拉X 鐵獸戰線的人馬怪 還有魔法卡閃刀啟動 場地卡龍陣掠圖D 以及蓬鬆鳥地圖 其中鋼多拉X會改成扣原攻擊力 根據之前火山恐龍的判例 在場上把攻擊力衝高已經不會多扣生命值了 直接將它從禁止卡變成了可以放三張 至於其他單卡都是現在比較弱勢的主題 將它們解除限制放回來增加競爭力 雖然說這些牌組都還是有一定的強度 但是在環境裡面都不會到優勢主流的地位 解除限制來讓玩家可以有多一點的選擇 總結來說這次的禁線卡表 削弱到的主題只有幾個 RS、白銀跟神杯是小幅度的削弱 純愛獸跟百夫騎士團則是大幅度的削弱 遊戲影響最大的應該是百夫騎士團在災惡禁止之後 因為少了強勢訂場的關係本身的競爭力大跌 必須要找其他新的訂場方式 幾乎沒有被砍的最大贏家就是蛇眼的系統 不但夠火仍然維持三張 黑魔女跟炎靈的系統完全都沒有動到 短期之內下一期環境應該會是由炎王、蛇眼 或是煉獄機等等嚴屬性的牌組 持續的作為優勢主流 其他沒有被動到的主題像是術生跟魔術師 都會延續本期繼續續戰三個月 從目前的環境佔比來看 也許會變成是炎王獨大的場面 受到禁卡錶影響 但是仍然有足夠強度的是 RS、白銀、神碑、赫魯斯跟烙印 真正被禁卡錶砍到死去的 目前是只有災惡相關的牌組 比例在環境裡面相當的少 現在的環境應該會在1月繼續的延續下去 但是炎王以外的牌組都被些微的削弱 因此優勢主流顯而易見的會是蛇眼炎王 其他常見的各種炎屬性牌組仍然會有 大部分現有的牌組都還是可以打 但是相對來說會較為劣勢 對個別牌組的熟悉度夠多的話 拿去比賽應該還是有很高的機會可以打到上位 選坑的變化會因為炎王的數量增多 次元吸引者重新回到環境裡面 再來是應對煉獄機的聖遺物聖槍會加入背牌 結場用的超融合跟星辯都會是下一期很好的選擇 現行環境會持續的延續下去了 等於這次的進卡表完全浪費大家三個月 就看後來會有什麼樣新產品再繼續推出 秉圖的變化就會是現在的秉圖拿掉了百夫騎士團 純愛獸跟RS的比例稍微縮小一點 其他的幾乎都不會變 總評來說就是 炎屬性的時代繼續的下去 今天夠火價又漲 只能含淚買三張 卡表公佈之後價錢一路的走高 環境似乎沒有被明顯的影響到 短期之內應該會是大量的炎王內戰 以上就是這次進線卡表所公佈的內容 對於這次的卡表有什麼樣的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覺得本頻道做得不錯的話 也可以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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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닛